是一道阅读型考题 然后题目的题杆 说明了有关于大语跟豪语的定义 然后也提供了一些台北车站观察到的图形资料 有点冗长 我们就先看问题好了 我们先看62题 根据中央气象局的定义 然后平均降雨量的范围 应该用哪一种方式描述最为正确 那这个得回到前面 有关于这边所谓平均日降雨量 在130到200毫米 那以这个图形来说的话 以这个题杆来说的话 毫米是指24小时累积雨量 就是一天内的日降雨 达到130毫米以上的降雨 这个我们称之为豪语 那如果24小时累积达到200毫米 那超过就称为大豪语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题看的意思来看的话 应该是属于豪语的定义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选项当中 好语 但未及大豪语 这个选项来做选择 再来这一题问的是 从1950到2003年 发生最多次 平均日降雨量 介于这个范围内的 是属于哪一个降雨期 问的是发生次数最多的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形会发现 会发现像秋雨 它是以这种图案来描述的 以这张图对应到下面来看的话 发生次数应该是两次 然后台风的话 这个图案看起来就非常多次 不用数了 因为比起其他像梅雨或春雨 发生到豪雨等级 这样的日降雨量 我们很明显可以知道 台风是最多的 就不需要数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应该选择台风雨 那比较有难度应该是64题 然后他问 他问下面哪一个正确 A是指发生在秋雨期的次数 只有一次 那我们要小心哦 这张图形当中 这个图形有分两个资料 一个是降雨量的资料 是上半部的图形 而这个是发生次数的累积图 所以问秋雨的次数要小心 这个是秋雨图案 雨量有这么多 但他的发生次数 从这个累积图来读的话 应该是两次 应该是两次 而不是一次 这个要小心哦 应该是两次 然后平均日降雨量最强的年份是1977年 那我们可以看到平均日降雨量最强的 是发生在这个位置 看起来已经接近200 然后他的时间点往下对应 可以读到大概是1977年 1977年 所以如果以平均日降雨量最强的这个来找的话 应该是找降雨量的这个图形 然后对应下来才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叙述是可以接受的 再来1975年以后只有在台风雨期发生过 那我们可以看到 1975年以后也发生过 也发生过 没雨 一次 所以在没雨期也曾经发生 达到这样的日降雨量的情形 所以这个也是错误的叙述 再来春雨期的平均日降雨量 比没雨期的平均日降雨量大 那我们可以找这张图形 可以发现 春雨期 它发生的日降雨量都是相对比较小 大概比140多一点 而没雨期比它大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的是 这个叙述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是读图 去判读正确选项的方法 要小心这个图有两种图 一个是平均日降雨量的 雨量图 雨量的统计图 一个是发生次数的次数累计图 阅读的时候注意才不会混淆了 好 那我们这道题主 就做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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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